嗨大家 今天這影片開始之前呢 想要先跟大家講 我今天出現在影片裡面所帶的耳環 全部都是Anna Luisa的 然後我現在先來開給大家看 就是這次我買的Anna Luisa的東西 Anna Luisa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我在滿久以前都聽過 因為我之前看Mindy分享過 就是一家美國算中價位的飾品 然後給大家看它打開還是怎樣 它平均一個飾品大概是在台幣一千多塊到兩千塊之間 然後我這次總共挑了四個 給大家看 這些都會分別在出現在不同天裡面 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再去聽我一一介紹 然後Anna Luisa的產品比較特別 就是他們是14K精去製造 然後他們是一個秉持零碳足跡 就是類似碳平衡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我想了很久 到底什麼意思 就是它排放出來的碳 它會自己再把它抵銷回去 反正是一個很環保的一個飾品產業 然後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很容易過敏的人 就是它是我的耳環 只要是戴到那種不是好的材質的話 我都會無條件過敏 所以我這次四副選的都是耳環 因為我比較少戴項鍊什麼的 然後我選的四副比較特別是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自己是覺得還蠻明顯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發現 你自己比較適合金色還是銀色的金屬 然後我自己是比較適合銀色 因為我覺得銀色在我身上就覺得很好看 可是金色在我身上就覺得超級不搭 但是Anna Luisa它就是 像我選擇的耳環雖然都是K金的 但是它外面都有香銀色的金屬 所以看起來就是金銀都有 所以就不會帶起來很奇怪 對我來講啦 然後最後呢 這是Anna Luisa有給我一個折扣碼 就是Sabrina10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趁年底的時候 就是他們可能會有Black Friday 或是12月底的時候會有聖誕節的活動 通常都會便宜蠻多 大家可以趁時間去慢慢看 然後我自己真的覺得Anna Luisa的視頻超好 可能如果你們去逛逛 我你們就會懂了 然後今天光顏Anna Luisa的介紹 我今天到這裡 讓我們就開始這禮拜的with me Vlog吧 嗨大家早安 今天呢穿了一件UNIQLO的條紋短袖 然後這一件呢是Laura Ashley的毛衣 然後我知道今天應該會蠻熱的 但是想說還是穿著就是怕等一下會冷 然後褲子呢就是以前買的一件牛仔褲 才基本有點不可靠 但是這件的版型我一直都很喜歡 對 今天是幾月幾號啊 今天是10月12號 然後今天禮拜一 我要準備出門上學 然後這禮拜我就想說就是出門前 跟大家講說我當天穿著什麼衣服 就拍一個一週小傳達給大家看 今天的行程呢 我臉看起來有點腫 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我等一下先去學校面膠貼紙 然後面膠完想要不要報告 然後回家前再去寄貼紙 我剛剛面膠完貼紙 然後我們現在想說還是來我們學校的Strayhead看一下有沒有ipad的保護套 我想要賣這個 我想要賣這個 我買了一個這個 可其實我上次前兩天看到就想買 但是都沒有賣 剛剛去面膠還有人給我一封超可愛的信 耶 然後這件是我等一下拿去寄的 那我要三張八塊的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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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很輕鬆 這個超長超長的收據 這應該看不出來它真的蠻長的 耶 我的DHL包裹來了 嗨 大家好到家了 然後等一下回家的重要任務就是 拆這個包裹 然後等一下拆這個片段應該會放在影片那裡還是 但是就是 先跟大家講就是我真心推薦的 然後這也算是我很少姊的業配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反感 給大家看我開了我們家這邊的窗戶 而且這個到影天了 天啊 胖子 他每次都喜歡躲在這個蓮子後面 他哭 喵 嗨 大家我剛拍完你們開頭看到的那一小段影片 然後我現在要來開我今天去學校買的iPad殼 然後把它裝到我的iPad上面 我以為它這個是實力會強一點 但是它其實還蠻 就是蠻鬆的 不會吸耶 太失望了 比哈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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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二 然後我今天穿的呢 這件衣服是HConnect 然後這衣服其實我買蠻久的 比較可愛 就是它這邊有一些圖案 所以我一直都還蠻喜歡這件襯衫 然後褲子是穿 UNIQLO的寬鬆窄館九份牛仔褲 然後這是我最近 應該算是最近最喜歡的一條褲子 因為這件真的還蠻好看的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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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門 今天又是很艱難的禮拜二 大家加油 想要忘記跟大家講 我今天帶的這個耳環是Anna Luisa 然後它是 我選的這個是Celet 然後算是我這四部裡面 最喜歡的衣服 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給大家看 我的左邊這邊是月亮 右邊是星星 反正這一副真的是我 最喜歡的衣服 我第一天就帶了 好我現在出門去上課了 趕快去幹我的捷運 我們現在要去吃土派大叔 然後我等一下先去點完 先去寄貼紙 對 我現在要來上最後一堂 management pop rooms are people pop rooms very good and the pop room is resistant to new technology 我真的覺得開始過這些時間 怎樣做過有點超級了 好 好了 早安今天是星期三 然後今天出門前 哎喲米卡 今天呢穿的 這個外套呢好像是我媽 上禮拜左右在網路上買的 然後 本來就是一家網牌的點 如果我有查到 再把資訊給你們 然後我選這件外套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這個 只是它旁邊有一條 這些厚薄度還蠻剛好的現在 因為這些還蠻薄的 然後裡面穿的這一件呢 就是 Olivo的 一件T恤 就是我估給我的 然後這個褲子呢 就是 uniculo 我很愛的一件褲子這樣子 然後今天 今天一樣呢 也是穿converse上學 然後今天一樣的耳環呢 很忙的耳朵 今天的耳環呢 也是Anna Luisa的 然後這個耳環 也算是我數一數二喜歡的 它是兩個 我比較常戴的那種 圓環的耳環 然後把它 接在一起 一個銀的 一個金的 這真的超好看的 因為我自己平常就蠻喜歡 戴這種圓圈圈的耳環 剛好又不是單一個圓圈 就是很單調 這樣很好看 嗨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星期三 然後現在我準備出門 今天的行程就是 等一下中午就下課 然後應該是 我要混到三年多 因為我要去東武的成中校去 去找我日清 然後去麵嚼國的貼紙們 然後可能麵嚼完貼紙 我就會先回來 晚上都會請回來住我們家 我要出門了 然後等一下去學校買早餐 現在已經9點18了 我已經有點遲到了 我要日式小肉飯 我點了一個飯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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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我等一下喔 我看大家說就是呢 有一個youtube頻道叫做 一起去上學 然後他們來福大採訪 結果他們剛剛說我可不可以去採訪 所以我想要去接受他們的街訪 有點緊張 真的嗎 剛剛來接受這個街訪 好害羞喔 一起上學吧 對大家可以去訂閱他們 我是千惠 我是紫樓 我是泰拉 哈囉 嗨大家 我剛剛接受完那個街訪了 剛剛我現在要準備去東武念交的貼紙 等一下喔 是這裡啊 是這裡啊 嗨大家好 現在是晚餐時間前 我等一下要去吃晚餐 但是現在想說 現在來錄個影 然後呢跟大家講就是因為 Rory琴家 好像就是有蟲蟲 反正就是他要除蟲 然後就是他們家要消毒之類 所以就是這一段時間 可能這一個禮拜他都會來住我們家 所以你們可能會常常看到他 在我的影片裡面 嗨大家早安 我今天呢戴的耳環是 是Anna Luisa的 然後這個很可愛 是他上面有一個小花花 然後又像一個小鑽石 今天的上衣呢 是UNIQLO的 然後褲子也是UNIQLO 我很喜歡這一件的版型 然後他們都是去年冬天買的吧 所以都有點偏偶 然後呢我現在又要準備洗澡 所以我要趕快出門了 今天呢海文課要考試 然後中午要討論報告 然後我今天放學回來 所以說東西後要回台中 可是你還不是說一PN 我讓你拿走 那我可以拿走 那我可以拿走 好 難度 好 所以你待我如果是不見 你這個就是那位 我愛情人 我們吃掉課 因為今天是講過 然後就分成兩間課 然後我們是第一堂課 所以現在下課 因為常常常常出來吃個東西 然後等一下去上韓文課 嗨大家 我到家了 然後 頭髮 然後我現在呢 回家收一收東西 給大家去搭車回泰州 嗨大家 我現在要準備去搭桶園 給你們看我的行李 超級重 好了 掰掰 然後今天戴的耳環 一樣也是Anna Luisa 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 它也是一個圓環的 重點是這種圓環的 大部分都很難扣 這個超好扣 就是你只要把耳洞戴進去 然後輕輕一卡就可以扣起來了 然後我忘記跟大家說 今天穿的呢 這件是H-Connet 然後這件褲子呢 是前幾天出現過的 那個幼仔褲 我現在要先走去拍WUSA 但是如果等一下 要等太久 因為我涼 等一下要念 只要等太久 就會先去吃別的 現在看來好像是沒有很多人 我跟學姐一樣 還敢知道 我超累 我超累 超累 我超累 我超累 超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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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我陪她來考櫃 我有什麼好學妹 我有什麼好學妹 可以知道什麼 她想要用那個 她想要用那個 金牌 我又來陪她買東西了 我又來陪她買東西了 辛苦的學妹 我把她剪掉了 所以妳有買來配的嗎 還沒啊 我沒錢 我要先去打工咩 所以我才接家照啊 我們現在要先來WUSA 拍 等一下 2點半的位置 還有 她是Youtube 我們要去吃WUSA了 而且我們是2點20拿來 她說保留10分鐘 我覺得我們有點危險 沒有 小助理 剛剛還有一個妹妹吧 應該是妹妹 她說她沒買的貼紙 但是她送了一個畫給我 等一下來查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妹妹也給我一個半條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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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點的煙燻鮭魚肥可麵 我每次來都吃這個 好喝嗎 分擺一下 妳不要傾訴說了一切 超小的小碗 真的小賽子牛 又這麼小 對啊 她不是賽子牛 我覺得賽子牛真的超小一碗 超小的 我要先吃一碗 我們的鬆餅來了 耶 我們現在吃完了 然後呢 因為Kiki沒有戴口罩 所以我們要先去康熙妹妹 給她買個口罩 再找 妳的咧 妳的咧 我們兩個都買了一個DHC的 欸拿反了 太可愛了 我本來其實沒有要買 她購物欲太重 而且妳這是正的 我這是在旁邊 好 妳去拿一個正的好嗎 沒關係 現在回去搭車前 想要先來買個DHC的 在車上吃 好久沒吃 來 大家我下車了 台北真的超涼耶 在台中就是太陽很大 然後這裡風超大 又整個很冷 嗨大家我剛到家 然後呢趁這個影片結束之前 我先來給大家 開下兩個東西 然後第一個呢就是 上禮不然妳寄來的 可是因為我回台中沒有收到 然後現在回來才收到的 因為Kiki有的衣服 因為我有新的任務 下禮拜要PO照片的衣服 反正呢我就是選了一件 好看的後機 然後要拍照 大家請到時候幫我去按讚 雖然幫這支影片出來的時候 我那篇文可能已經上了 好 然後第二個要開箱呢 就是我前陣子 在Amazon買的 Marshall音響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Marshall這個音響 反正就是我這次是在Amazon買 但是像這種國外商品 在國外買 跟在台灣買 那個價差會差超級多 像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買的時候我就有查 然後我就看到好像在台灣 可能PC Home 阿MOMO 就是那種比較大的電商 買這個音響 就是我買的是Marshall的音響 我買的這個音響大概都是要1萬1 1萬2左右 因為我去實體的 像是信義區的店面 看過的都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然後我也不太敢去蝦皮 或什麼找代購 因為我會有點怕買到假的 但是呢這個是在Amazon的 Marshall官網買 然後它才7500不到 就是音響本身才7500不到 而且它在國外的網站 會多很多不同的款式 或是顏色型號可以選 國外很容易特價 然後因為會搶先台灣上市 所以後來呢 我就選擇在Amazon買的 Marshall音響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Marshall音響 我知道Marshall音響 所以我以前是熱音社 然後我以前去電團的時候 看到那個音響 就是很多大大音響 然後上面都寫Marshall 所以我就知道Marshall音響 然後我就一直一直很想要買一台 Marshall音響 算是我的一個小夢想 我這次呢是透過Buy & Shoot 幫我把它從美國運回來 Buy & Shoot呢是一個國際網購 代語網站 它有App大家可以選擇 然後它首次註冊都有60塊的購物金 因為像其實很多Amazon的東西 沒有辦法直接寄到台灣 或是它可能寄到台灣後 那個商品的價格會不一樣 像是我這次音響也是 然後這次這個合作呢 應該算是我接的第一個合作 因為我自己是真的真的很喜歡Marshall音響 然後呢我自己也有花錢買這個音響 然後我在猜的同時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Buy & Shoot的運作方式 就是你在國外購買的 好可怕喔 聞到 就是你在國外購買東西的同時 你只要把地址輸成Buy & Shoot 在美國倉庫的地址 因為它會直接寄到Buy & Shoot 在美國的地址 然後它會再幫你寄回台灣 而且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因為它們是位於美國的免稅周圍 是因為這次才知道 就是因為有這種東西 因為有的好像要課稅 有的不用課稅 你就可以不用在另外繳當地美國的稅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國家買東西 其實不會只限於在美國 因為Buy & Shoot在美國 英國 日本 韓國 義大 就是你通常會想要買東西的那些大國家 像是可能韓國彩妝啊 日本的零食 他們好像在全世界有11個倉庫 就是11個不同的國家 Buy & Shoot運作的方式就是 你在那個國家買的東西 那個網站買的東西 然後他們會寄到當國的倉庫 再幫你寄到香港後 然後就是統一幫你寄回來 所以你也可以一次在很多不同的國家 可能你在美國買東西 在日本買東西 然後他們在分別寄到香港後 一次再幫你寄回台灣 好的 給大家看 這樣好看嗎? 東西對不對 拿出來 其實我這次猶豫很久 到底要買哪一款的Marshall 因為Marshall其實蠻多種類 但是我最後決定買的是Action 然後我這次買的是棕色 然後Marshall還有很多不同款 就是它有比這個更大的 跟那種手提式的攜帶Marshall影響 那個也很好看 如果大家想要買Marshall影響 可能年底國外會有蠻多的活動 可能像是Black Friday 或是11月底的感恩節 那種通常都是折扣最多的時候 我覺得我那時候應該也會買蠻多東西的 大家就可以考慮去國外買 然後透過Buyenship運回來 因為其實我也是第一次接觸這種 國際代運的網站 但是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很喜歡在國外買的鞋子 他就跟我說 他都是透過Buyenship運他的鞋子回來的 然後影響呢 我開始覺得棕色其實有點老 但是現在看起來覺得它就是一種復古感 雖然Marshall可能最近點的是黑金款 但是還是很漂亮 我等一下要用他接電源 然後來放歌給大家看 然後比較酷的是 大家知道Marshall還有 就是他有出一個APP 然後你可以透過你的手機 來調音響的聲音或是什麼的 超酷 我先來裝一下電源 大家看這個應該就是我說的Marshall的 自己的APP 好了我應該是成功了 我來試試看播 BLACKPIN的歌 嗨大家 我剛剛忘了完我的Marshall的音響 然後這禮拜的影片呢 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最後在影片結束前跟大家講 就是如果大家有喜歡我這個禮拜 帶的Anna Luisa的耳環 或是有喜歡的飾品 大家可以去我的資訊欄逛逛 然後這次Anna Luisa也有給我一個 折扣碼 如果大家想要趁就是 也是年底的時候 國外比較多活動 可以搭配我的折扣碼使用 這個耳環呢 因為我回台中 所以我就沒有還 然後我就帶了三天都還沒有試 就是我還帶著她洗澡 雖然就可能是不良示範 因為他們家的飾品 只要好好保存的話 幾乎是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我自己是對Anna Luisa的評價還蠻高 如果大家想要慢慢看的話 可以去逛逛看他們的網站 好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